在陷入今朝堂之上 到底有谁 可以真正镇得住 习尹 女礼 高勋 甚至是 远在沙驼的掩萨阁呀 主上是否疏忽一人 谁 皇后 韩四哥的意思是 让皇后主持朝政是吗 除此之外 臣想不到更合适的人选 朕觉得此事不可 为何不可 你忘了当初为什么会要我入国 不就是因为 我是那个有能力站出来 掌控大局的人吗 朕记得 但现如今你还有身孕呢 我之前问过迪李姑了 她说孩子 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头几个月 现在已经很稳定了 我身为皇后 应该在此刻站出来直面困难 绝不应只靠你把我庇护在身后 而我对外界却一无所知 可 你要是再不放心的话 朝中不是还有韩大人吗 是 朕承认 你们俩 是朕最信任的人 朕承认 韩四哥 朕知道 你对朝政无异 如果 你太过为难的话 朕 绝对不会难为你 倘若是主上 还有皇后所需 臣 自当鞠躬尽错 好 有韩四哥这句话 朕就放心了 我们齐心协力 共同面对 相信一定可以渡过难关的 朕承认 你试试 你让我准备 你让我准备 我拉我准备 你走 走 走 你走 走 韩大使 王大使 主上驾到 皇后 参见主上 参见皇后 诸位大臣平身吧 谢主上 谢皇后 诸位大臣 朕 自幼体弱 陷入今这朝堂之上 政务繁忙 朕 是自顾不暇呀 朕决定 将摄政大权交于 于 皇后手中 从即日起 皇后 言亦称朕 济语 助为定士 这成何体统 哪有后宫女人代为礼生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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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王可是忘了 庶绿太后的先例 皇后跟庶绿太后哪能一样 有何不同 当今皇后出身后族 又乃庶绿太后之血亲 为何不可效仿 庶绿太后之先例 秦王接旨 臣在 朕愿孝先帝 任官为贤才 秦王高勋 善智善能 今特寿宰相 左朕礼事 臣高勋 灵指契恩 右脾誓详 翔文闲世接旨 臣在 右脾誓详 上文闲世 赵王麟露痒 知 而且 道政府 笔大她 物ught 参 朕霍城大统 任重首大 乃卷尽之 昭王席尹 身端行至 时远亮红 特寿西南面 昭陶使 昭王席尹 还不快 灵旨谢恩 臣 灵旨谢恩 韩德让接旨 臣在 朕又遭不测 德让成皇族之重托 随事护卫 未有旦息懈怠 今特寿淑密院通事 朕密院通事 臣 灵旨谢恩 主上 臣觉得不妥 韩大人虽然是才俊 但是他没有从政的经验 恐怕众人不服 还望主上三思啊 还有哪位大人 跟赵王一样的想法呀 望主上三思 朕 朕只不过是任人为贤 难道诸位大人觉得 朕是思虑不周吗 主上也已经看到了 韩大人确实难以服众啊 主上 臣以为 韩大人忠纯持重 财思敏捷 完全有能力胜任 淑密院通事 淑密院通事 何其重要 其他儿戏 好了 你们俩别争了 朕倒是记得 朕在当初登基之时 将朝中的重要官职 交到你们手中看的 是你们的从龙之心 从来没有在乎过 你们的从政经验 现如今韩德让 他也是从龙功臣 你们又说 他不配担任此重任 那我倒想问问 诸位大人 门心自问一下 到底有谁 能担此重任呢 今日朕决定 将树密院通事一职 交到韩德让手中 如果哪位大人 有异议的话 只要愿意卸下 自己身上的官职 朕任你陈此 并且席耳恭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